今天是5月5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27分 我们来看上午的盘面 指数出现一个跳舞水的沙跌的动作 券商强势拉伸 想护盘 但是整体来看表现比较差 今天这个盘面到底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哪些是重点 如果你的当前盘面看不懂 只是一天 其实从分时图来看 不管是上创业版还是上阵 都是出现一个跳舞水沙跌的动作 这个是可以说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 昨天的上阵是上涨的 但是创业版在沙跌 今天创业版再度沙跌 可以说最近的这个沙跌情绪 是比较什么比较大的 大家看一下创业版的整体走势就知道了 就是连续的调整沙跌 很多票已经到了低位 那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 能不能抄底呢 怎么走 好 现在看一下上阵的走势 从上阵的走势来看 今天明显的冲高 火落的一个跳水 其实昨天前天大家都知道 是吧 有利好加持下的中刺头 出现一个盘面的一个拉伸 昨天大金融板块 银行保险证券 集体拉伸 把大盘给带上去了 但是 其他的一些板块都在上阶 对不对 还有就是今天创业 也出现一个暂时的拉伸 那整体来看 大盘没上去 拉不上去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出现一个冲高跳水的动作 大家看啊 券商盘中一度冲到上方的高位 也就是我们说到这个位置 记得我前几天跟大家说过的话吗 前几天跟大家说什么呢 我说你在这个位置抄底的低息的 拉到上方的压力位附近怎么样 你要考虑减仓 考虑出货 考虑落贷 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是不是不对的 你想今天拉高 拉到这个位置 你是不是 如果你减仓了 是不是不会被 套 或者说不会高位接盘 还有啊 券商说了很多次啊 位置表低 后面肯定会有机会爆发 但是短期已经到了一个前期的一个压力位 对吧 说得很清楚怎么样 要小心谨慎 不要轻易的去追 从券商今天上午的盘面来看 核心票 大家看 中国银河 海通 光大 广发 东方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 我警惕一直叫大家强调 或者说重视的 哪里呢 查复管理这一块 对吧 广发 东方 大家看一下 涨幅居前 还有核心名气 名气啊 比较大的票 人气比较比较好的票 广大 今天是不是也是涨幅居前 当然包括银河啊 这个我在昨天盘号时重点讲过 这个票 昨天盘号有朋友跟问我说 中国银河这个票 放量 突了 突在前面底部的压力 该怎么办 我跟大家说得很清楚 对吧 银河有机会成为这一轮券商反弹的龙头 是不是告诉大家很明白 所以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这种票连续底部放量大阳线 大家看一下 还记得我前期跟大家说过的一句话啊 什么话吗 如果一个票连续出现几根放量大阳线 代表什么 大家知道吗 代表着反转 所以接下来怎么办 风低观众 这个票如果盘中啊 有急跌 或者说接下来有一个什么 调整 调整到五五军阳线附近 我倒是觉得是机会 第一期的机会 直接他能够守住五五军阳线 继续看多 继续躺 没有毛病 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这个票连续几个大阳线 走出了一个什么 强势的信号 他有可能成为接下来 券商板块啊 这一轮反攻核心龙头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一些板块 其实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整个市场分化很严重 今天涨幅居前来是教育啊 其他的一些板块 表现都比较差 说教育其他的都不是太好 对吧 劝商勉强 这看一下后排 跌的比较多的 要游戏啊 这一块 包括电器这一块 出现一个杀跌 所以说这个盘面 做起来很难 尤其是在追高这块 比如说啊 昨天追啊 昨天前天追游戏的 对吧 你看看 你去追高游戏的 今天直接低开啊 那你追高的 是不是站稿了 是不是被套住了 对不对 说的很明确 平民版很清楚 从整个市场节奏来看 那股轮动非常之快 当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其实没必要纠结 你只要注意两个点 市场的主线 两个方向 中石头和科技 所以啊 涨多了就跌 跌到就涨 就比如说中石头啊 对吧 中石头昨天盘中拉高 今天再次创了一个新高 大家看 盘中上午的时候 出现一波拉高 如果你在这个上午追高的话 现在一跳水 你就很郁闷 其实我说的很清楚 说的很明白 这个方向的话啊 他只要敢跌 跌到强制称位 就比如说这种啊 六二十三十强制称位 你可以低息 可以博弈 但是追高 你要存在谨慎 存在小心 但并不是没有机会 其实中石头的 各板块的核心龙头 还是有机会的 比如说啊 近期市场的 总龙头是谁 传媒板块的核心龙头是谁 大家都知道 中国科传 对吧 如果你顶住他去做啊 只要他能够守住五军线 你一直躺一直躺 你是能够吃到大陆的 这个没毛病 还有就是 刚才说的 券伤核心龙头是谁啊 昨天强调过啊 重点讲的过 中国银河 对吧 如果你去盯他的话 也有机会 吃肉和汤 好 那除了银河之外 大家看一下 近期我跟大家讲过啊 所以 中船系 军工方向的核心龙头 谁 中国科传 对吧 中国科传今天早盘是低开 再次冲高 是不是 你要记住像这种票的话 他趋势仍然是属于什么 强势上升的阶段 那么他只要能够守住 五物均价线 继续看多 继续躺 或者说你没有票的 对不对 没票的 那也没关系 他如果杀跌跳水 调整到这个五物均价线附近 你可以考虑低息 可以考虑博弈 只要能够守住 后期反攻 继续上涨的概率就很高啊 这也给了大家一个什么 一个低 低息的机会 低息龙头的机会 好了 除了这些之外 大家看 今天 中国联通出现上涨了 包括中国电信也出现移动了 其实这个就是通信这一块啊 五级六级这一块 大家看这些票啊 比如说中国电信 这种票出现了一个冲高跳水 但是你看他的整体趋势 他并没有坏 对不对 他仍然属于一个震荡上行 这个是六十天线 他仍然在六十天线上 出现一个震荡上行 所以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后期他 只要调整到六十天线 我觉得大家仍然可以博以 博以后反弹 反攻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从整个盘面的节奏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 震荡拉高的过程 所以大家如果保护好 这些核心票的走势 这些龙头票走势 仍然可以吃到肉 可以吃到大肉 当然整个盘面来看啊 追高还是要小心一点 毕竟有些票涨幅巨大啊 你去追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大家看后排有多只票出去杀跌了 但是跌幅其实并不是很大 就比如说啊 前段时间我重点讲过的一个综合信息 这个票我讲的很仔细 讲的很清楚 对不对 我只告诉大家这个票怎么办 你只要守住这个五军阳线 在五军阳线附近 你去做博弈 做跟踪没问题 但是盘中极大冲高 你不要轻的去顶 不要轻的去追 一旦你追错了 那你就高位接盘 高位站岗了 是不是 除了中枝头啊 大家最近一段时间 损失比较严重的 可能就是科技类的 比如说人工智能啊 数字经济啊 包括芯片 对吧 那么这些方向已经调整的位置很低了 现在能不能参与 我们来看人工智能走势啊 他近期找出了一个什么 明显的一个止跌动作 开始反弹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必要纠结 我在昨天前天跟大家说过这个事 我说这个人工智能 为什么杀掉这么厉害 是因为有利空啊 漂亮国在搞事 那么有机会迎来一个黄金空 这个时候该早办 这个位置是考虑低息进场博弈的时候 考虑跟踪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你要记住啊 如果你的票啊 你看好的票调整到低位了 到重要支撑位了 可以前复 可以低息 后期反弹的概率非常之高 人工智能板块 大家看一下个股就知道 近期这个个股啊 开始又掀起了一个涨停的高潮 对吧 今天要涨20厘米的 还有40厘米以上的 包括前期一些核心票 开始又慢慢回来了 比如说汉王科技这种 对吧 调整比较充分 今天直接就什么 高开直接拉涨停 所以他又开始调整结束 后的一轮新的反弹啊 这是调整结束后的一轮新的反弹 那像这种票的一个回归 也给了大家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人工智能新一轮的进攻 有可能暂时开启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重视 就比如说一些前期涨幅比较大的 调整比较充分的 很多票开始都回暖了 是不是 今天有信息 大家看一下 前期出现一波上涨 这里出现调整后 今天是不是出现一个上涨 涨停的 所以这就给了大家一个信号 前期大涨的票 调整到位的票 有机会迎来新一轮反弹 有机会迎来新一轮反涨 这个时候就值得大家重点的留意和跟踪 不仅仅是人工智能 数据经济板块也是一样的原理 也是一样的思路 大家看 数据经济板块是不是也走出了一个止跌起稳的动作 近期刚好 达到60年先附近了 那么从目前的旁边看到 后期反弹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 后期反弹概率也是比较高的 冲动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 数据经济板块个股的话 后期它的趋势还是没变的 当然从整个节奏来看 我觉得它后期受到的压力会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 它前期是涨了比较多 压力是比较大 这里反弹后一定要记住 拉到上方的高位附近 不要轻易的去顶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一旦你追错了 那么很有可能就高位接盘 说白了就是科技股没走完 调整就是机会 调整就是给你低息博弈的机会 还有就是近期大家 怎么感到郁闷的 或者说看不懂的 谁啊 芯片 芯片早盘看起来不错 有反弹趋势 但是又被打了下来 对不对 这段时间持有芯片的人 可以说是亏损累累 那么芯片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你看一下它的位置 芯片的位置 你发现没有 它已经调整到前期的平台位置 我跟大家说过什么 到这个位置的话怎么样 随时都有可能迎来反弹 迎来反击 这时候该怎么办 逢低光柱 逢低上车 后期一拉高 你就有机会迎来这一波反弹的肉 甚至反弹的大肉 这个时候就不应该直接去割肉 或者说再去做空 而是考虑前伏 考虑低息的时候 当然芯片板块个股的话 最近分化 最近分化也是很严重 你一定要记住 有些调整到位的资金关注度比较高的重视 当然一些低位的调整比较充分的 现在开始上涨的也是值重视 从整个盘面来看 芯片缺少什么 缺少大小大哥 也并不说没有大小大哥 其实他大小大哥是他 中国科长 在中国科长的话 他是叠加题材 叠加传媒 叠加数字经济 叠加中字头 所以说他是多个热门叠加 毫无疑问 造就着他总龙头的地位 有机会完成今年的第一个十倍目标 所以说像这种票的话 没有票的 我觉得大家只能是什么 看戏或者是赌打量 赌大小 赌对的里面吃肉 赌出了 那你也考虑 我是不是会高位接盘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从整个今天上午的盘面来看 市场很差 市场很差 除了这个券商 在拉大盘 护挞盘以外 其他一些板块 比如说像 科技类的性创 包括人工智能 出现一个什么直接反弹 其他的都是比较差的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看下前排的个股 你就知道 今天涨停的票 目前为止就二次上下 涨幅在十个点以上 就二次上下 而且很多都是所谓 创业版 科创版的 所以从目前盘面 是表现的比较差的 但也给大家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市场在轮动 也就是说 调整充分的机会又来了 调整充分是哪里 刚才说的科技 那么科技有一些票 开始又卷土从南 但是后排的话 你看 跌的比较多的 跌停的票 也算不少 但是整体来看 目前的市场 并没有出现大幅度恐慌 起码今天全线杀跌 大跌的票不多 这个时候 大家是特别特别 要拼谨慎的 也就是说 个股的操作上面 尤其是追高这一块 要特别特别小心 否则的话 容易高位站岗 好 这期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好